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687年我们给华为做了设计 任老板请客吃饭 他超出满志的 他说我们工厂 我们华为的连工人都大学生了 全国学通信技术的硕生 博士生 90%到95%都被我拦过来了 通信技术 美国的 法国的 英国的 德国的 日本的 该引进都引进了 他说我们现在也有钱 也有开发队伍 我们下去干什么 该做什么 要引进吗 没得可引进了 我是任老板 你干嘛还要引进啊 你既然连技术都有 你抽你一个十几个工人 大学生 不算什么吧 找两三个硕士生 一个博士生带队 做点最简单的 知识分子的工作 都是什么人要设计 要通信 三种 五种 稍微动得脑筋 十种 二十种 分类 都要什么通信 又可以列出十几种 二十种 好 加一个设计限制轴 右下角的 就是这里边的一个人 跟这样的通信目的 被这个外因限制了 你的技术有没有 你发现你一排列组合列出来 美国的技术 英国的技术 全都不行了 我第二天就把这个图发给华为任老板了 我相信华为第一次的这个思想 我们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啊 为什么总要跟着外人的屁股啊 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在这儿 这是共通的 都是人 对吧 这个是通信的目的 要各种各样的通信 那么外因的限制 是我们的技术的攻关 就是我们要给技术出题目 不是跟着技术走 这就是设计的语言 设计的逻辑 我们没有 如果80%是中小企业 能自己创造 开发技术 都是引进的 80%中小企业的 60%是小微企业 你要想想他们怎么改变这个字 就是我们说要 中国的制造到中国的 制造强国到中国创造 这个方向绝对没错 但是怎么从加工型的制造 像 我们独立自主的制造 这一步要迈出去 在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 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能向祖先犯过的错误 我们发明了火药 我们做烟火 做鞭炮 外用着做武器来打我们 这个教训还没有吗 所以设计不能把它当作生意 我们考虑的不是我们国家 一个国家 我们考虑整个世界发展的命运 这是我们中国大国的一个责任 我相信这样的话 转变观念 我们中国会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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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